请问同时也是幼儿园的园长 对于这些小朋友碰到这种遭遇 你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只有 这间园所的家长很痛心 应该是全台湾的家长都非常痛心 因为大家都不晓得说 自己其实特别花了非常多的钱 去选择了一个连锁的 我想让小孩学双语美语的幼儿园 结果送去之后 这老师只希望他赶快睡觉 不要吵乖乖的 就为他采红药水 那他在学校学到什么 他根本什么也没学到 以后换来的是他现在自己抓头发 自己自残这些行为 所以为什么看在眼里大家很痛心 身为一个幼儿园园长 也是一个新北市议员 其实我看到新北市政府 一再的在说谎 我更痛心 像刚刚时期一直在讲说 事发当时到现在25天 我告诉大家 其实家长在4月20号的时候 就已经通报1999市长信箱 那过去我18年的经验 只要打1999乘数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家长 很奇妙 你可能打通电话说 某某幼儿园他们态度好差 或者是他们 比如说这几年疫情 他们学校好像有确诊 可是他们没有通报 你知道怎样吗 我们学校就要写报告 可是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家长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路人讲 我们就要写报告 所以他有差别办案就对了 对 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好奇 4月20号到截至今天为止 已经是第51天了 所以他现在说 昨天到道歉 侯市长道歉 那是第50天 其实从报案的这一天 我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规定是什么 有一个叫做校安通报的机制 有一个校安通报的要点 如果说接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这么重大 说我的小孩被喂毒了 疑似被喂毒了 这个事情其实是叫做紧急事件 不是法定通报 法定通报可能是校安的安全 有意外或者是说 比如说有什么法定的 传染病的事项的时候 你必须要校安通报 那个可能是48小时 或24小时之内 可是这个是紧急事件 要两个小时之内就要通报 而且马上不是只有教育局要处理 社会局甚至警察局卫生局 全面跨局势的一起要来处理 可是为什么4月20号这一天 教育局平常对其他幼儿园 是非常的严格 都把他们当下属在对待的 为什么这一间幼儿园 他的家长通报之后 无声无声 就没了 而且后面说没有录音 正常来说1999 每一通电话都要录音 而且我觉得我请家长 自己去找自己的通年记录 一定会有 然后最强诡的是 5月14号 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5月14号 这间幼儿园自己主动说 我要歇业了啦 我做到7月31了 代表这间幼儿园已经有收到这个风声了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家长是不是吓到说 我们要被掩面证据了 我的小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喂毒 然后脑部受损 他们5月14号才去文胜派出所报案 其实照理说刚刚讲的儿少保护法 他就是在保护这些儿少 所以才有这么严谨的机制 严谨的SOP 为什么说1999他一接到的时候 就必须马上通报 而且教保员的服务条例 教育局在24小时之内 就要成立调查小组 所以大家都被他们骗了说 要从5月15号开始算 因为5月15号教育局才接到通报 那请问1999信伤 这个才是起算点 为什么这个案子被吃掉了勒 所以新北市政府你看 其实是家长跑到派出所报案 是5月14号 然后5月15号的时候 教育局说 我接到通报 因为你们有去报案 所以5月14号之前的 通通不算 新北市政府就假装没事没事 所以他才会说 我跟你讲 我在第一时间之内就成立 狗屁啦 真是呸你个新北市政府 人家4月20号就已经投诉了 我告诉你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我讲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这个法令 然后全国的幼儿园 从事这个教育的 通通都可以知道 是不是教育局 对一般的幼儿园 都是这么的严格 只要接到成情信仰 即便不是你们家长打来 我们都莫名其妙 写了很多调查报告 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不是呢 而且是这么严重的 请问一下你的小孩被喂毒不严重吗 而且这个毒品巴皮多大 大家都说那个药哪里来 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药品呢 都是出现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里面的介绍 它就是一个毒品 已经没有人在吃它 而且我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它叫彩虹药水 就是这件事情绝对没这么的 就是说轻描淡写 因为彩虹药水 我觉得它是好像有人给它一个配方 因为它原本有吃一个本二蛋瓶类 这个如果有人在吃安眠药的人就会知道 以前过去是吃这个 可是这个本二蛋瓶它很容易造成就是说 你会记忆力衰退 脾气会不好 然后呢你越吃会越重 所以会效果不够 所以这些幼儿园 一定有人知道说 不然再加个巴比陀 把它摇一摇变彩虹药水 混起来 因为你给它吃小孩 它一定是长期的 我跟大家讲 我保证这一定是长期 因为它发现吃那个本二蛋瓶 已经没效了 已经小孩吃了 不会马上睡觉了 所以它又加重这个药量 大家记得 大家都在讨论巴比陀 其实它不是只有吃一种 它是吃两种 它验出来的 最起码是两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第三种 第四种 因为有一些可能药效 比较快就排掉了 它可能没有验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这么的严重 大家现在其实都在讨论 后续后面是怎么样 可是像我是身为一个幼儿园长 或是议员的话 我一定要追踪的是 4月20号 这个电话这个检举 到底为什么不见了 为什么被消失了 有没有偷吃案 那就会像刚刚罗医师讲的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如果有人庇护它 这是违法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刑则 我觉得当中有太多疑点 就是说因为小朋友 他们出现这种奇怪的情绪 自残 撞墙 抑怒的这些 其实从2月就已经 有家长发现 所以你看他2月 如果有这种戒断现象的话 他其实更早的时候 就已经在吃这个彩虹药水 为什么那个幼儿园会突然在 5月12号宣布7月停业吗 因为一般来讲 学校幼儿园都是学期制嘛 那正常来讲 我幼儿园我觉得 因为刚好6月是学年结束嘛 如果说我幼儿园 我只做到这个学期 就是学年结束 我就要停业的话 通常是在这个学期 刚开学的时候 当家长带了小朋友来注册的时候 我就会跟家长讲说 我们只到这个学期 接下来下学请要找别的学校 他怎么会突然间 不会说5月12通知说 7月底不做了 合理的怀疑 4月20号那个申诉 市政府收到了 然后有人去告诉 经营者 所以他 所以经营者的人 讲说快拍摄了 所以我要赶快收 而且我跟你讲 全世界人可以不知道 什么是巴比托 侯友云你不可能不知道 干过刑警的人一定知道 红中跟青发 因为他一直在抓毒贩 对 我跟你讲 台湾早期 大概是我读国中 读高中时候年代 当时我们社会新闻看到 抓到吸毒 大概就是红中青发 强力交三种 红中青发就是巴比托 因为他是用红色胶囊 或是青色的胶囊 所以当时在吸毒的人 称他为红中或是青发 侯友云你在刑警过程当中 你一定抓不少 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 结果你们市政府先吃案 对 一次吃案 现在出来骗大家 然后他好意思讲说 第一时间 侯友云你昨天讲说 第一时间 请问你的第一时间 你干嘛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 教育局讲 5月15号立案 对不对 对 5月15号侯友云在干嘛 在忙着被征召 5月15号晚上 他跟郭台铭 去跟朱立伦见面 然后5月16号 郭台铭再去找侯友云 5月17号提名侯友云 对 他在干嘛 他第一时间在干嘛 第一时间忙着在选总统 他在骗郭台铭 然后自己要被征召 所以你们新北市民 小朋友的生命 算什么东西啊 这实在是很糟糕